記得訂閱!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下午呢,接著要跟大家做分享的車款,是 馬絲達的CX3 這台車是19年款的 那它的懸吊系統其實跟最新的 Mazda 2 差不多都是大同小異 前面的話是麥花城 後面的話算是有力量的懸吊系統 車主的話也有改裝了一些 譬如說輪軸電寬器 還有XXR的旅圈這個是8.75J 然後輪胎的規格變成是2254 58 小豬下午安 這台車我也忘記有沒有開過直播了 這台車謝謝志明幫我們介紹很多的車友來安裝 那前面的話這台車前面跟後面的KT都有附上座 這台車是幾CC的 忘記了 好像是1.5對不對 CX3 而且這台車19年款的已經有 配備的話已經有自動更車 所以配備的話相當的豐富 不是吧 是 然後它前面的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230公斤 那它的一些油管固定架 然後還有ABS感應線的位置呢 這些都照原廠一樣就好 然後它的離載串 離載串的話呢 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好 預計今天的車高呢 降低大概剩下2指幅左右 裡面的主尼友一樣所選用的是義大利一層進口的IP主尼友 油封的話是日本NOK的油封 上座 這裡有一個上座 上座的軸層的話呢 所使用的是日本KOYO的軸層 這個動力引擎我已經忘了多大 是2000的嗎 是耶 是2000cc的 另外還有一款好像是1.5升的 柴油引擎 對 1.5升 這邊的話還在安裝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懸吊系統 後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是210厚4公斤 那如果啦 這台車其實也有遇到過幾個 車主他要求的是海拉風格 海拉風格的話呢 他彈簧會更短一點點 大概會縮短個3公分左右 那210厚4公斤呢 就是這台車所開發的專用的彈簧規格 他的後上座的部分 下方呢 我們做了一個可調機構 可以在這個地方呢 調整阻尼 從這個地方來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針 像這樣順時針的話 它就變硬 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它一共有30段 那今天的話 先預計將它調到 大概中間的位置 15段左右 OK 今天先會降低大概剩下兩指幅啦 因為本來的話呢 已經有改了 大彈簧 這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另外一次把它拿過來好了 原廠 一湊成一整組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 那這個的話是後彈簧 後彈簧的上部的橡皮的話呢 我們就有附了 所以後上部的橡皮 就不需要再使用原廠的 那這個的話 我們也有附 後上座也有附 然後這個是前面的上座 剛剛說的口右軸層呢 就是這個上座 上座的話呢 KT也都有附上座 這就一整套原廠拆下來的 那本來有搭了TS的短湯 還有改了18吋的叉叉的旅圈 那鐵灰色的外型很好看齁 這個車身尺碼小 但配上兩線CC的引擎 整體動力應該來說也相當的不錯 上台了 上台了 我們要準備上台了齁 因為這台車的施工還蠻簡單的啦 它前面也好拆裝 也不用再需要拆 拆掉它原廠的這些試蓋齁 直接引擎室打開 這個地方就能夠拆得到 上座的三顆螺絲了 所以拆裝上還蠻簡單的 那這台車完整度很高啊 所以師傅拆裝的時候也很簡便 呃... 笑如你好 這個現在直播的地點呢 是在... KT的工廠 是在台中的毯子 那龍毯的話是我們北區的經銷商 那邊的話 裝CX3的數量好像還比我們工廠還多耶 如果北區的車友齁 就可以直接到我們龍毯的服務據點去安裝 這個有自動更車 很方便的系統 上星期還是前幾天跟大家做分享的CX5呢 那一台的話也是有自動更車 好了...前面也已經安裝好了 這是前面避震器的樣子 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的底盤設計跟一般中小型的設置很像 前面賣花層 然後後面是牛力良 算是拖曳幣的系統 這個車還很新耶 這個是19年款的 最新的Mazita 3好像也已經發表了齁 售價的話現在都很... 跟市場來說都很有競爭力喔 它後面就是一個扭力良的懸吊系統 它後面就是一個扭力良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是大三嗎 這個輪胎的旅圈的J速已經8.75J了 那再加上後輪的話 有電了15mini的Spacer 前輪電了...後輪這個是20 前輪是15 所以它的輪胎呢 其實已經相當的霸氣了 這輪已經裝好了齁 可以看到它的輪胎 幾乎在葉子板之外 很漂亮 這種的...金色的貼紙 好像在韓國特別受到歡迎 好,我們在準備要... 開始要... 裝胎 然後車子降下來就要測試 今天預計大概降低的幅度 剩下20幅左右 剛剛...TS短胎的話 後面的話大概是... 三指多 三指多 比原廠還要來得低的齁 如果對這台車有... 要把鏡頭帶到哪裡的話 歡迎大家立刻告訴我齁 8.75J的鋁宣椎數算很大了齁 8.75J的鋁宣椎數算很大了齁 下週一好像 還有一台也是馬自達的休理車耶 算是馬自達的休理車耶 馬自達的這樣大型的休旅車 CX9 CX9的安裝時間是在禮拜一的早上 最近剛好都安裝一些馬自達的車友 謝謝大家的捧場 CX9我記得就沒有開過直播分享 如果一樣是開CX9的話 剛好有聽到我們預定下個週一要安裝的話 很歡迎大家先上收看CX9的直播 如果有空的話都會開直播 這個車都超新的 所以它的上座其實都不太可能會有異常的狀況 那如果是車輪比較久的話 沿用上座的話就會比較有 比較具冒險性 因為不曉得原廠上座的狀況如何 單KT的話改KT就不用煩惱這些 因為KT的話就都有附上座 像剛剛這個上座我們就都有附了 這台車在調整很方便 引擎是打開從這裡就能調整了 那這裡有一個H順時針 往這個方向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從這裡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很方便 不需要再拆試蓋了 好 OK 我們也要把車子降下來 來降車 預計要等一下要準備先試車 然後要做定位了 如果您也剛好是開這台車 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問題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KT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因為這台車的拆裝很快速 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掰掰